老公徐聪去北京出差那天,公共突发脑溢血,深度昏迷。 我把刚上幼儿园小班的女儿甜甜拜托给父母照顾后,从单位匆匆赶到医院。 公共的情况非常糟糕,她已经不能自主呼吸,完全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而且由于出血位置在脑干,没办法手术,只能保守治疗。 可躺在ICU里保守治疗除了烧钱之外,疗效更是微乎其微。 即便万幸能活下来,99%是诚直误人。 所以,医生反复让我们考虑清楚,到底是坚持还是放弃。 婆婆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家庭妇女,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只晓得乌乌液液地抹眼泪。 而徐聪此刻还在飞机上,压根不清楚公共病危的消息。 心急如焚的我,迅速把家里所有能动用的钱算计了一遍, 然后斩钉截铁地对医生说, 大夫,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救,请您务必想办法,拜托了。 婆婆一看,我是这个态度,感激地握住我的手说, 康丽,真的谢谢你,徐聪能娶到你,真的是我们全家的福气。 我用纸巾一边替婆婆擦拭眼泪,一边说, 妈,吉人自有天相,我相信爸一定能好起来。 下午,徐聪拎着行李跌跌撞撞地赶到医院, 向医生详细询问了公共的病情后, 强忍着悲痛将虚弱不堪的婆婆送回家。 徐聪直到天黑尽了才来医院,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 我看着心疼不已,但此刻能做的只有轻声安慰。 过了许久,徐聪深叹一口气说, 老婆,我们老家有个死马当活马医的办法, 就是提前给重病之人备好目的, 说不定就能把厄运冲掉。 我妈想试试。 我也知道老辈人有提前买墓地增售的说法, 所以不假思索地表示同意。 老婆,其实我已经去墓园定下了一个双墓, 位置非常好,就是价格有些贵, 我希望你不要反对。 徐聪转头将恳求的眼神投向我。 多少钱? 我随口一问。 十八万? 徐聪艰难吐出这几个字。 什么? 十八万? 我惊得从长椅上谈了起来。 我是清楚丧葬行情的。 在我们这个西北的省会城市, 十八万的墓地通常只有非常有钱的人才会考虑, 普通老百姓花上几万元买个墓地都已经了不起了。 而公公在ICU一天的花费至少是一万, 我和徐聪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攒下的三十万都不知道能够撑多久。 这些徐聪并不是不清楚, 可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大一笔钱去买墓地? 他是被人骗了, 还是昏头了? 我整颗心狠狠地揪在一起, 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后说, 老公, 你花十八万买墓地是有啥特殊的墓地吗? 难道买得越贵, 你们老家的法子就越灵验? 老婆, 你我都清楚, 爸现在就靠呼吸机维持, 随时有可能恶化走掉。 时间是没有那么多奇迹的, 所以我设定了一个实线。 如果爸在一周之内有好转, 哪怕只有一丝, 我就坚持下去, 如果还是维持现状, 我就选择放弃, 不让他遭罪了。 至于目的, 我只是交了定金, 所以如果爸有希望活下来, 大不了舍弃定金不要。 徐聪哽咽着说, 徐聪, 那你为什么非得买这么贵的呢? 我知道有的不错的双目几万就能搞定。 我们并不是有钱人, 不仅欠了银行四十万房贷, 还有老的小的要养。 你妈可是没有退休金的, 她的吃喝拉撒全得靠我们, 若再有个病怎么办? 而田田马上要上特长班, 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我直直地盯着徐聪, 老婆, 你说的我都明白, 可你知道我欠我爸的太多太多, 所以倘若我在他活着的时候还不晚, 就只能让他生命的最后一程走得风风光光。 钱没了, 我们可以再挣。 甜甜的特长班玩点学也不影响啥。 徐聪垂下头, 难过地用双手捂住脸。 望着徐聪那痛不欲生的模样, 我不忍心据理力争, 而是默默地靠着椅背上, 在心头翻江倒海。 公公是徐聪的继父, 也是徐聪的恩人。 徐聪在我俩认识之初就告诉我, 若没有公公, 徐聪和婆婆的坟上应该早已长满了野草。 二十七年前, 徐聪刚满三岁, 他亲爹上山材草药时意外坠崖而死。 徐聪的奶奶一向不喜欢徐聪妈妈, 也就是我婆婆, 她不仅痛骂婆婆客死了她儿子, 还狠下心肠赶走了母子俩。 而婆婆娘嫁是嫂子当家, 也没有她们的容身之地。 走投无路的婆婆万念俱灰, 想一死了之, 就在她抱着徐聪一步一步朝江水深处走去时, 被打鱼回来的公公撞见。 公公毫不犹豫地救下这对可怜的母子。 后来公公收留了婆婆和徐聪, 并不顾家人的反对, 娶了婆婆, 更是把徐聪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来疼。 婆婆感激公公的好, 一心一意地照顾公公, 还盼着能给公公生个一男伴女, 传宗接代。 可惜是与愿违。 婆婆在怀孕三个月时, 徐聪贪玩, 爬树摘果子, 脚一滑, 重重摔了下来。 公公当时不在家, 婆婆只好独自一人抱着她去镇上的医院, 结果劳累过度流了产, 失去了生育能力。 婆婆认为自己对不起公公, 提出离婚。 公公气得第一次和婆婆红了脸, 她坚决不肯离婚, 说这辈子有徐聪这个儿子就足够了。 公公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讲出的每一个字都踏踏实实地做到。 她不辞辛劳地打工挣钱, 让徐聪和婆婆衣食无忧, 供徐聪读完了大学。 我和徐聪结婚时, 公公不仅主动出了首富帮我们 买下了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还给我家拿了六万六的聘礼。 女儿甜甜出生后, 又放下老家的一切, 和婆婆一起忙前忙后。 公公的所作所为, 让我是发自内心的敬佩。 我也向徐聪承诺, 一定尽最大的努力赡养公婆。 徐聪真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孝子, 他对公公的好胜过不少亲生儿子。 我甚至觉得, 全家人中, 他最重视的就是公公。 每次出差, 徐聪给公公买的礼物是最贵的, 公公有个头疼脑热, 他绝对放下一切带着公公求医问药。 每到换季, 徐聪会张罗着给公公添置新衣、新鞋, 也正是因为有孝心, 徐聪对我父母也相当不错。 所以我父母时常说, 虽然徐聪家是农村的, 但形势磊落, 有担当, 我没有嫁错人。 而我们夫妻努力挣钱, 存钱, 计划换个大房子, 也是想让公婆能住得舒服一点, 生活的质量更高一点。 谁能料到, 公公会突然出这样的事情? 说实话, 我从情感上能理解徐聪子欲养而亲不带的痛苦, 但理智告诉我, 不能任由徐聪这样不顾一切的花钱。 对于逝去的亲人, 我认为相比在葬礼上用钱砸出来的风光, 一直在心中缅怀, 铭记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可就在我绞尽脑汁的权衡该如何劝说徐聪时, 他却掀开了口。 老婆, 咱俩结婚以来, 我从来没勉强你为我做过任何事情。 这次的确是我独断专行了, 可我没有办法不这样做, 要不我的良心过不去。 所以我真心求你不要反对, 不要生气。 我还向你保证, 以后加倍努力挣钱。 真的谢谢了。 徐聪说着站起身来, 向我深深鞠了一躬。 徐聪, 你这是干什么? 我慌忙将徐聪拉回到座位, 他的眼泪却如铜绝了滴的河水肆无忌惮地倾泻出来。 这一幕, 将我的心也搅得七零八落。 我爱徐聪, 也愿意和他一起好好对待公婆。 倘若手头能有个百八十万, 又或者不欠房贷, 那花十八万买个墓地, 我绝对不会说半个不字。 可我们并不是有钱人啊。 所以, 我还是想劝劝徐聪, 但话到了嘴边又活生生地咽了下去, 因为我感觉他整个人已经濒临崩溃, 我不想在这种时刻跟他起争执。 那天晚上, 我和徐聪一直守在ICU门外。 第二天天一亮, 我外出买早点时接到了徐聪的电话, 他哽咽着说, 康丽, 爸也许是不想拖累我们, 他没有撑下去, 走了。 我慌忙跑回医院, 见到了趴在公公身边痛哭的徐聪。 过往公公对我们一家三口的好像胶片一样, 一格一格浮现于眼前, 我的眼泪也噼里啪啦地直往下掉。 痛心之余, 我也做出了一个决定, 就是顺徐聪的意, 给公公用上这奢华的目的。 我想着, 就当当年买房是我们自己出了首付。 徐聪对我是千恩万谢,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 这仅仅是徐聪疯狂地开始。 徐聪哭购之后就着手办理公共的后事, 他问我要走了存有全部家当的银行卡。 我想着, 除了十八万的目的钱, 还有其他的费用需要支出, 就没有多加思索, 将卡直接拿给了他。 熟料随后收到一条一条消费短信时, 我也快疯了。 三万、一万三、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我慌忙登陆网上银行, 发现这几笔大额支出分别是骨灰盒、 兽医和殡仪服务。 徐聪绝对是疯掉了, 要不然怎么会把钱当成纸来花? 我自然毁得肠子都清了, 我责备自己不该同意徐聪买那么贵的目的, 更不应该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他。 我给徐聪打电话, 可他根本不接, 我又急又气, 不知如何是好。 哭得奄奄一息的婆婆也发现了我的异样, 挣扎着问我怎么了。 我没敢说实话, 而是胡乱找了个理由搪塞过去。 我了解婆婆, 她一辈子节省惯了, 从来都是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纵然公共于他们母子恩重如山, 她也应该接受不了徐聪如此奢侈地为公共伴葬礼。 若得知真相急出个好歹怎么办? 我忍住怒火哄着婆婆喝下半碗粥后, 偷偷来到卫生间, 正想给徐聪打电话时, 又收到了一条新的消费短信。 这笔钱的金额是两万, 收款方则是小区旁的一家快捷酒店。 徐聪在出门之前和我提过, 要把公共在乡下的亲戚接过来送公共最后一程, 吃住得有我们负担。 所以我估摸着徐聪是给亲戚们订了房间, 可怎么能用到两万这么多? 公共就剩个亲弟弟还在人世, 而其他亲戚都是旁支, 满打满算, 也就四五门。 就算托家带口的来, 也最多二十人, 住上四天都不需要六千, 徐聪到底在搞什么? 他不会把整个村子里的人都请来了吧? 刹那间, 我眼前一黑, 幸好靠着门才没有摔倒。 好不容易缓过来后, 我继续给徐聪打电话。 他挂掉, 我继续拨, 再挂掉, 我再拨, 直到他开门进来。 徐聪一见我惨白的面容, 立刻陪着小心说, 老婆, 对不起, 你千万别生气, 别激动, 听我好好和你解释。 徐聪把我推进了卧室, 我实在绷不住了, 压低声音质问, 徐聪, 咱家的钱就这三十万, 其中大部分是我们结婚六年来, 辛辛苦苦存下来的, 你知道我有多省吧? 衣服舍不得买贵的, 化妆品比婚前降了档次, 可你一天时间就把它花光, 还不提前和我说, 是不是太过分了? 老婆, 我知道我先斩后奏是不对, 可怕这事发生得太突然, 我只想尽快把一切弄好, 就顾不上和你商量。 我这钱是花得多了点, 可我知道你是能够理解的。 我已经没办法在爸活着的时候好好尽孝了, 所以只能靠给他办一场风光的葬礼来弥补遗憾。 至于钱, 你要相信我的能力, 是能挣回来的。 徐聪说着伸出一只胳膊, 想把我搂在怀里。 我一把推开他说, 我一直都体谅你的孝心啊。 你给爸买东西, 无论多贵我皱过一次眉头眉。 昨天, 医生问我是治疗还是放弃时,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而且做好了即便把积蓄花光, 借钱都要制的准备。 你给爸买了十八万的目的, 虽然我有想法, 但最后还是同意了。 徐聪, 人死不能复生, 我们尽心就好, 爸的在天之灵也能理解, 可你怎么能一再地挑战我的底线? 老婆, 对不起, 我这次是有很多不对的地方, 等把大事忙完了, 我任你打人你妈。 现在就别在这上面费精力。 一会儿便宜公司来家搭灵堂, 老家的亲戚们大约傍晚会到, 我们还有得忙呢。 一听徐聪提到了亲戚, 我立马想到了两万的房费, 我问徐聪到底请了多少人来。 徐聪皱了皱眉说, 除了亲戚, 我还通知了爸的同学, 朋友, 爸为了给我们带孩子, 许久都没同他们一起打牌聊天, 我怎么能不让他们见最后一面? 徐聪, 你做事能不能量力而为? 我们不是有钱人, 你招呼这么多人来, 吃喝拉撒, 我俩那三十万真的就一分不胜。 我实在忍不住了, 喊了起来, 老婆, 把辛苦一辈子是为了我和妈, 而且是我害他不能有自己的孩子。 我现在就想让大家看看, 他没白养我这个别人眼中的脱油瓶。 徐聪瞪圆了眼睛看着我, 难不成你想用这些钱买一句别人孝顺的夸赞? 我毫不客气地反问。 康丽, 百善孝为先, 你别把钱看得那么重好不好。 这三十万积蓄里, 有六万六是爸给你加的聘礼, 剩下的大部分是我正下的吧, 我愿意花给我爸有什么不可以。 你算算你占了多少份额, 我想办法给你救世。 只求你别再对我叨叨这事, 我从昨天早晨起床到现在都没合眼, 已经很累了。 徐聪顶着一张铁青的脸说, 好你个徐聪, 居然还说我不笑, 我看你是不想好好过日子了。 你既然都跟我算计起来, 那你家买的房子我不也不带了。 我怒不可遏地扔下这句话后, 摔门离去。 回娘家的路上, 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心里更是涌出了无尽的痛楚。 徐聪也不停地给我打电话, 见我始终不肯接听, 就发微信说, 康丽, 你到底想干啥? 我爸尸骨未寒, 你居然不管不顾和我闹, 有意思不? 我气得将他拉进了黑名单。 我真不明白, 以前温柔体贴的老公 怎么就突然变得如此陌生。 离婚, 二字也无可抑制地浮上心头。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期待下次与您的相遇。